我都没有预感我在路上要挖刀钻石 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来一坨 那你们一定会认为我开了 我去 哇 这要是直播就好了 天呐 节目效果拉满 真该死 看视频的你绝对不知道 我真是直播录的 笑死还九颗 哎呦 九颗兄弟们 这个数量可以让我直接扔掉我的铁稿 直接不要铁稿 好 家伙 钻石稿 安排一把 节目效果拉满 这还谁用死剑呢 直接就钻石剑安排上了 然后我正好就马上到 霞国 黑钥匙一挖 咱们地狱一去 转化桌一做 等价人生开始了 到今儿了 兄弟们 到今儿了 就挖这一小坨就行了 刚做的铁稿 直接就扔了 这叫舍不得的铁稿 套不着钻石 我们变成苦力怕吧 这高度太矮了 走得我都难受 我看在哪挖 黑钥匙比较合适 这儿这儿这儿 就在这挖就挺好 这应该有一组吧 有一组就够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 记得多给我点点赞 然后呢 关注一下叶峰 这个小作者 不然下次 你就刷不到了 还有人问我 雷中阳是谁 雷中阳也是一个 我的世界的作者 这个 他很有名 我很崇拜他 他视频录的可好 就是怎么讲 他粉丝不多 你知道吧 我也很疑惑 我有种活在他影子里的感觉 总的来讲 就雷中阳这小伙子 嗯可以 我很认可他 咱们现在就回家 坐地狱门去了 坐地狱门 嘿嘿嘿 走回家回家回家 来了 把地狱门就放家旁边就行 哎 别着急 这么快点火干啥呀 四 一 二 三 哇 这就是地狱门 怎么是乱码 好几次坐这个门 都是乱码 好 我们现在到地狱了 得做个坐标 地狱门 变身 有蝙蝠变身 就是爽 到了地狱 开启夜市 哎我去了 我不会真开了吧 这啥呀 进地狱就遇到这堡垒了 我在拐个弯 看见个箱子就要命了 兄弟 真的 别整我 别整我 你这真给我来个箱子 我都说不清了 箱子呢 真不给了 哪玩意呢 给我吧 真给啊 挨我 这这这就不要了吧 1000EMC 这谁要 给狗狗都不要 行 这好东西我就收去了 咱们来地狱 我只做三件事 挖赢石粉 四件事 临时加一件 打哭恶魂 不掉恶魂的眼泪 不是好恶魂 我看一下 哭了 太好 这么一看的话 我应该是可以 在一个小时之内截坑 哈哈 银石粉挖到了 那么咱们的第二件事 就是挖钻石矿 还有就是挖绿宝石矿 四件事已经完成两件了 现在完成三件了 什么东西 杜虫 我要不要搞个杜虫的变形 哎 怪呢 莫名其妙 嘎的 嗯 又一坨钻石 马上突破十个 好价十七个 刚才这一坨是八块 现在就差绿宝石了 不会说完绿宝石 绿宝石就来吧 真来的话 我跟你讲 我说 说不清了 我真没开啊 观众朋友们啊 我真没开 你们信我吗 信我的扣1好吧 这个 觉得牛的兄弟们 可以点个赞啊 这言出法随的小技能 用的是让我给拿捏了 完了 背包满了 啥也带不懂了 开了个空气 回家 背包移满 可以回家了 做转化桌去 打开我的小门门 站起来 变成苦力怕 站起来 呃 现在暂时用不到的啊 先给它存起来 这些道具是百分百 不用的 转化桌 我应该只能做一个普通转化桌 等我们一会经济条件上来了 咱们再做便携式 啊 哎 不对啊 哈哈哈哈 直接便携式啊 直接便携式 一圈 两圈 咱们 头一回 玩性影变形 直接把便携式做出来 摆个转化桌 啊 该卖的波烂都给它卖了 一千三百万 太富有 咋这个油签呢 普通的 这些拿来卖 哈哈哈哈